各位委員 各位相關人士 大家好 我是帥氣國小的陳代天陳老師 今天很高興我能夠在這個地方 表達我在教育界所看到的各種現象 首先 我要對剛剛阿嬌小姐所提出來的一些現象 做一些表示 這些以下我將陳述的是我在班上所看到的事實 曾經有一位學生對著我說 我下課頭好來跟老師說 陳老師 為什麼我媽媽是大陸妹 還有另外一位學生夾著青江菜 捏著旁邊的女同學說 老師 大陸妹為什麼在我們班上 以及在一年一度的家長會上面 有家長委員曾經告訴我說 他想要把班上的陸籍新娘的第二代 給趕出教室 他說他覺得台灣的學生 這樣子教育品質受到了影響 他覺得所謂陸籍新娘的第二代 的質不好 的品格不好 的膚色不好 那再來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解決一起生活在台灣的 這些萬極新娘的第二代 所受到歧視 所受到誤解 我很感慨的是為什麼這些親生在 必須要在這麼小的年紀的時候 接受誤解 心靈上受到一層陰影 今天我們大家今天萬極新娘 加入台灣已經是一個事實 我相信各界人士都必須要去 針對這個問題去做一個正式 並且不能夠去逃避 我今天站在這裡 我並不全盤接受陸委會 所提出的方案 我也並不贊成 各方反方立委所有的言論 我現在只要求 大家為未來主人龍 說出正確的決定 謝謝